穷人是不配有面子的 但是很可怕的是 穷人恰恰是因为没有面子 才死护着自己的面子 一个小姑娘 一个月赚那些三五千块钱的工资 咬着牙买个一万多的包 觉得自己 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这就是一种虚幻的面子 带给她的可怜的假象 当你的钱不够多的时候 当你的大事没有办成的时候 你是不应该花一万多 去买个这样的包的没必要 一百多的三百多的真的都能用 当你没本事 没有真正的真功夫 颠一个这样一万多的包 其实对你来讲并没有什么价值 你一定要去 把这种错误的观念给它去掉 放不下面子就是不够穷呗 如果说让你去找一个客户 找完他成交他 你就能够进账一千块 你去不去 你不去呢 人家的一千块还是人家的一千块 你去呢 这一千块就变成了你的一千块 你说嗯我不稀罕 那请接着抱着你的面子 直到有一天给孩子交不上学费 你说哎呀老师 我没钱 但是呢 我能不能交五千块钱的面子 去超市买东西 说哎呀我没钱 我能不能刷两百块钱的面子 那你就爽了啊 我没钱了啊 谢谢观看